哎,我强都不服就服我家宝宝了,这玩活脱脱的,就是一个演技派啊,我都在考虑要不要陪养孩子这方面的天赋了,我家宝宝现在两岁一个月,每天都调皮得很,有时候气得我,我冒三丈啊,被孩子折腾的我,都要折瘦几年了,火大得想让我抽一顿。 可下一刻宝宝看到事情不对劲后,他的反应却让我哭笑不得了,刚看到我拿出咫尺,就娃娃哒哭起来,那一刻内心真的郁闷了,我都还没打呢,你就哭起来了,还是没有眼泪的那一种,哭了一会看到没动静,就睁开一个眼睛观察,看到我还是非常生气,还拿小手打自己的脸,哎,毕竟是亲生的。 看到他无奈的表情好心疼每次都妥协了,这种现象总是隔三差五的在家里发生,我都显得无比无奈,无鬼则不成方圆,每次孩子犯错,总以这样可怜兮兮的表情来逃避惩罚,真的非常担忧孩子长大后的性子。 对于这种爱甲哭的宝宝,真的是非常聪明的,这是不可以否认的,因为在他意识里知道犯错了,爸爸妈妈会惩罚,为了避免惩罚他想到了一个最让爸妈心软的方式。 这不得不说,宝宝是抓住了父母的弱点,在甲哭仪式中细心的父母,会发现宝宝学会了察言观色,同时也学会了解决事情,即使解决的方法不妥当,但是他却选择了一个最让他觉得有利的方式。 宝宝这种刷皮的表情,总让人哭笑不得,但是若宝宝一犯错就用这种方式,让父母心软而逃避惩罚时,作为家长的就要警惕了,错犯了就要惩罚,要让宝宝知道错在哪里,这时就需要家长耐心的去教导,引导孩子,不要一味的去妥协,否则孩子只是自己的孩子。 假哭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,但是对于有害的要求,甚至是无理要求时,家长可以选择忽视他,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,长时间得不到回应的宝宝在发现这种假哭不走向的时候,就会慢慢放弃这种假哭。 宝宝在成长路上总难免犯错,可父母一定不要一味的去纵容宝宝,一错再错,要让宝宝知道错了。 没关系,但是下次不要再发就好,一定要从小及时纠正宝宝的一些不良习惯。 图片来自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